各位同学大家早 今天我们要来协助同学做历程档案 那上一堂课我们已经上完入港城福记 也顺便复习一下我们这学期几堂几篇白话文的教学 那课程的最后面几分钟我们做了分组活动 就是三个同学一组 但是分组的目的呢 只是让同学可以一起去拍照踏茶 方便在制作的过程中一起讨论 可是呢这个历程档案 因为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个人化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个人杂志 好那我们进到课程中 老师上次请大家带笔电来都带来了吗 好那我们今天呢课程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那我们在制作一个 果文课程历程档案里面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要选择各位想要 之前的和好的艺术第九位玉山去来 或者是慈上日记跟壮游 可以一起把他的概念拉进来 那结合同学们你们的兴趣跟未来的学群 好举例来说 陆港陈福记呢 同学们还记得老师有去我们去探讨这篇文章里面的习胜经衰 比如说过去的人口 核道跟商业以及现代的样貌 那并且去探讨他背后形成的原因 好所以我们会迁移什么呢 迁移陆港陈福记里面的惊喜对比 那李清志是我们在和好的艺术认识的一个作家 那他曾经有一本书 他就说他把他自己画成城市小侦探 那这个部分我后面呢会再带大家详细的来说 慈上日记里面呢 各位还记得吗 里面提到了产业变化 或者是玉山去来的知识写作 第九位的美食记忆跟感官模写 各位同学都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写作能力 或者是他关注的焦点迁移到我们的个人杂志 好从第一个单元 杂志的第一个单元 因为我们学校是在信义区 所以老师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认识信义区 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大范围里面呢 去选择一个比较有历史特色的一个小地点 例如市场啊 这附近有一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公墓啊 或者是信义区里面的公庙 或者是靠山边有一个矿坑 或者是以向山生态湿地公园 或者是基隆河五分谱 四四南村是一个眷村 那各位呢可以选择这个地点之后呢 用经习对比的方式来呈现你的杂志 那经习对比应该要怎么呈现呢 例如第一个动作同学们可以用古今地图的对比法 譬如说我们到网站上去找百年历史地图 然后找到它很久以前 它那时候 这个市场一百年前它是什么样子 这个公庙一百年前的时候在吗 然后呢 再用现代的Google地图去 它的接警功能呢 去找到它现在的样子 然后我们用地图来做惊喜对比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上网找这个地方的古照片 然后呢简易说明 它的这个照片在呈现的样貌 以及著名出处 然后呢 各位同学在利用这个礼拜的假日 实地上去踏查 那可以三个同学一起去 但是要各自拍自己的照片 然后借由照片的对比 来探究它的惊喜的不同 以及变化 好 第三种呢 惊喜对比的方式就是 我们可以上网找资料 去找到它过往的状况 跟现代的现况 那这个文字量就会比较多哦 所以我希望同学能够简单的摘要 可以利用条列的方式 或是表格的方式摘要它部分的资料 然后不要密密麻麻的呈现在个人杂志里面 因为我希望整个呈现的是还是一个个人杂志的方式 好 所以呢 现在呢 请各位同学 那因为我们今天大家来自于全省各地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各位可能对于信义区不太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来做第一个简单的实作 请选择自己学校附近一个有历史区域的小区小地点 例如像我们刚刚讲的公庙市场 或者是一个公园或是某一个建筑物 那现在呢 请各位同学 你想到的时候在讯息栏回复 那我等大家一分钟 那同学们可以在讯息栏 想到的时候 那就可以打上去 好 各位可以想想看哦 你学校附近 所以不一定 我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们学校是在信义区 所以我才会以信义区为范畴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你熟悉的区域 来给我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点 好 那我现在麻烦现场的老师 哇 阿辉老师 北投的温泉博物馆非常棒 还有吗 土城的成天蚕寺很棒 还有吗 两位老师都是土城的成天蚕寺 好 其他同学陆续在讯息栏 清平老师 花莲的钟列池 土城监狱 哇 监狱很特别 缅甸街 高雄的逍遥园 好 联亚区的城中和墓园 哇 这个墓园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去过 很大 以卫宝台公园 台南的善化堂场 高雄的莲池潭 哇 桃城 桃城的豆花 是一个医院吗 然后高雄的厚静溪 好 石定的淡然古道 基隆的和平公园 埔里的南城社区 好 同学非常好 我们已经想到非常多 很适合做个人历程档案的区域 好 那 我们等下继续进行课程 那各位同学呢 你们可以陆续在 讯息栏 再想到还有没有什么 比较有特色的区域 比较适合做的 好 那我就往下咯 好 再来呢 各位的杂志的第二个单元 我想要介绍一本书 其实我们之前在上和好的艺术的时候 已经阅读过几篇他的文章 那这是李清志先生 他的一本书叫台湾建筑不诗意 他用都市侦探的角度 来观察建筑 但他的观察呢 跟一般的建筑不一样 是一种另类观察 举例来说 他说他用一个放大镜一样的镜头 去以小看大 举例来说呢 譬如说他从铁窗建筑看到心理学 来做心理学的分析 从都市的夹缝来谈生活哲学 或者是从公寓来谈符号学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选择了一个地点 那在这个地点也许是在这个公园 在这个公庙 但是也可能是你前往这个地点的路上 你看到的建筑特色 那我希望这个建筑特色是比较小的 有一点特写镜头的 有一点用放大镜的方式来看的部分 那同学可以先试试看 例如我举例 我们的下一个动作 就是要用放大镜的特写镜头 来观察这个地方的建筑细节 或生态特色 例如我们可不可以用招牌来看行销 从屋顶来看心理学 从下水道来看社会学 或是从都市的装置艺术 来看他的设计美学 那这个部分呢 我希望会跟同学的兴趣 跟18学群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呢 同学可以扩大范围到整个心意区 但是因为各位来自的 不一定是台北市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简单的动作 就是大家等一下可以在讯息栏回答 你去刚刚你选择的区域 以及这个区域附近 我们可不可以来观察 他的某个细节跟特色 那这个细节特色 不一定要扣学群 因为有些时候难以扣学群 可是如果可以扣合你的18学群更好 好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什么 那各位同学可以在讯息栏回答 就是你选择这个区域的建筑细节 或生态特色 然后可以观察什么 可以观察他的美学吗 他的心理学吗 他的行销学吗 给各位一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好 那我们在讯息栏上面呢 回答我 慢慢想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难 譬如说我们可以在和平岛公园 但是也可以在和平岛公园附近 往外扩展 那你可以观察什么 可以是建筑特色 也可以是生态 同学有想法的吗 好 那我们稍等大家一下 那如果有的话 各位同学你就在讯息栏回答我 哇 谢谢曼如老师 你给了一个 曼如同学 你给了一个很棒的点子 和平岛的彩虹屋来谈观光行销 嗯 很棒 而且尤其他的那个色彩非常的丰富 好 其他 其他同学呢 也帮我想一想 那我可以观察什么样的特色 什么样的细节 那这个我比较像是一个小东西 譬如说红砖建筑的心理学很好 也许他也可以不一定是我刚刚限制的范围 大家可以更扩大 那观察的可能是门啊 窗户啊 瓷砖啊 哦 或者是呃 他的柱子啊 哦 有一点点像小细节 建筑细节来观察 嗯 好 那我们再等大家再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需要比较多的思考时间 嗯 大家可以从刚刚的那个地点去发想 然后往外延伸 嗯 那即使没有关系也可以哦 因为杂志的时候 他的单元一单元二 可以是相关的 也可以是跳出来另外一个单元 嘿 哦 彩绘玻璃的色彩美学 谢谢谢谢阿惠同学 那我们再等大家的时候 我可以邀请阿惠同学打开麦克风吗 我很好奇红砖建筑的心理学 你可以补充说明我们可以怎么样进行吗 红砖如何看到心理学 我的想法是因为红色会给人一种比较温暖 然后比较就是热情亲切的那种颜色 然后它是比较饱满的颜色 所以我是想说透过心理学可以探讨 就是红色给人的一种第一印象 哇 阿惠同学很棒哦 他是从颜色来谈心理学 这个想法非常值得大家复制学习 木会老师 陈中和墓园的石雕 那我可以看什么 木会老师可以麻烦你打开麦克风吗 木会老师 如果你不方便打开麦克风 你可以在讯息栏帮我再回答一下 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不是只是介绍这个地方的什么 好 没关系你也可以用打字的 或是再来一次打开麦克风试试看 因为我要从石雕看什么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单元 其实会更有特色 好 那我再看到其他 譬如说从建筑形态对称设计 看到几何学 从消费市场的转变 八卦三的大佛 看消费市场的转变很好 老师们都有特别抓到 我想要呈现的一个学群的特色 或者是个人的兴趣 好 那土城监狱 建筑如何设计 使寿行人难以脱逃 内部的空间如何分配 所以我们可以看的是什么 空间的设计 很好 谢谢老师 好 还有没有其他老师 接下来我们再 看他的历史意义 可以 谢谢木会老师 那晚君老师 后进西 异群桥 提南寺拱桥 看建筑美学 或是看力学 很棒 然后嘉云老师 万华的唐阔文化园区 来看一个都市发展的轨迹 都市发展的轨迹是可以 可是我想要扣合的是 学生的兴趣专长或学群 所以我可以麻烦嘉云老师 帮我打开麦克风吗 好 可以 好 那我们从都市发展的轨迹 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样的领域或学群 嘉云老师 可以看历史变迁吗 历史变迁 历史文化 对 对 可以 还有呢 因为这样它好像是 扣合历史系 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 再把它扩大一点点 如果是在乡土方面 可以 可以 乡土生态 嗯 乡土生态 好 因为这个部分呢 要扣合到兴趣或学群 有点难 所以 老师希望跟各位同学进行 比较多一点点的讨论 这样子 我刚刚在看各位的讯息的时候 是很多同学写的地点都非常好 但是要扣到学群的时候 有一些 少部分我们好像可以再定义的更具体一点点 好 比如说 木炸动物园可以看光光行销 九区堂的旧铁桥可以看惊喜 惊喜是它的手法 那我想要请这位老师帮我打开麦克风 高雄大树九区堂的旧铁桥 他除了看惊喜 那他可以看到什么样的 也许可以是看产业变化 也许可以看建筑特色 那老师你想要看什么 可以帮我用麦克风补充说明一下 老师好 就是那个高雄大树 那个九区堂的那边有个旧铁桥 然后它是以前的铁道 就等于说它的旧铁道是已经荒废 但是它是刚好在新铁道的旁边 所以应该也可以让同学去观察旧铁桥 当时他们的建筑工法跟历史的一些意义 历史的意义 那也可以从这个铁桥的新旧 搞不好可以去看产业的变化 它好像可以看的东西更多 是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好 那这个活动我们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 其他同学 如果你在发想的时候 还有点小小的卡关 你也可以参考讯息栏里面 其他同学提供的一些建议 然后来发想自己独特的一个特色 好 那我接下来往下了 那各位可以发现 我刚刚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我可能可以一个建筑的小特色去看 可能是行销学 心理学 社会学 设计美学 所以各位也可以去想想我将来想要念什么 或是我对什么有兴趣 那我们在做这个历程档案的过程中 也不只是在做一个历程档案 也顺便在探索大家未来 搞不好有可能往这一方面去探索 然后也可以考虑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来做结合 那这是老师给各位的建议 好 那各位的个人杂志的第三个单元是一个创意生活提案 那你可以提出你跟杂志主题相关的创意生活提案 当中可以介绍美食 可以是一日游 可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观赏角度 或是老师没有举例到了 只要是创意生活提案都可以 那我们的杂志呢 至少要三个单元 可是同学可以超越三个单元 可以有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单元 那这其他的单元呢 可以同学去做自己有兴趣的内容不限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课程的第一个部分 去构思自己的个人杂志 那接下来呢 我第二个单元呢 想要进到AI绘图 关于AI绘图呢 我想要介绍同学一个好用的图形平台 就是Canva Canva里面呢 请各位呢 现在可以先登录Canva 同时开一个视窗 然后呢 我要选的是一个 直的A式的杂志封面 那各位同学可以同时一起进行 也可以等一下再等我 我会留给各位一些实作的时间 好 那我今天呢 要用AI绘图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要如何进到Canva里面的AI绘图呢 第一种方式就是 进到Canva的版面之后 它的左手边 这边有九个点 一个叫应用程式 那点进去呢 各位可以在上面这边采用AI技术 然后它有一个AI绘图叫Image 点进去 就会进到这一个画面 但是这个呢是比较复杂的一个 所以我今天呢 想要教大家一个更简单进来的画面 好 那各位可以现在开始在登录Canva 然后我同时切换我的荧幕 那请大家稍等我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再进来 好 现在呢 各位如果登录的时候 我会建议各位登录的是用自己学校的账号 我们登录的是Canva的教育版 因为教育版它的模板跟功能提供的比较多 那如果没有教育版也没关系 你只要在Google打Canva C-A-N-V-A 然后再加教育版 就可以进入到我现在 那现在我想要请问各位同学是不是都进来了 已经进来到现在我的版面的 请在荧幕上举手 好 谢谢 那我们再等其他同学 进入到这边 好 目前有一半的同学已经进来了 那其他同学 我们再稍等他们一下 不太知道怎么进来 或是从来没有进登录Canva的老师 你可以在Google打C-A-N-V-A 然后再加教育版 然后点进来 它有一些登录的程序 那各位就可以进到跟我一模一样的版面 那我就稍等大家一下下 好 我们现在大概有24位同学进来了 那还有几个同学 我们再稍等他一下下 因为有些同学 他第一次登录会比较慢 那各位在登录的时候 我就顺便解说一下 我会选择Canva 其实我们现在的AI绘图软体非常非常的多 那会选择Canva呢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很多AI绘图是要付费的 那Canva它里面的免费绘图的功能 一个月就会有500点 也就是说你可以画500张 那这500张呢 其实如果你用完了 你下个月又可以再继续来一次 从头来一次 那对于同学来说 因为同学其他的付费软体相对显得有点昂贵 所以我们用这个免费的图形平台 反而比较适合 那第二个是很多同学在做简报 或是在设计海报或设计其他的 已经很熟悉Canva的这个平台 所以进来设计的时候相对简单 好 那我们继续在等候大家进来咯 那因为这个东西大家要简单操作一下 比较会自己到课堂上进行的时候 才会知道卡关在哪里 所以我还是希望今天的学员们都能够进来试试看 我教的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Canva的AI绘图是我用过里面 我觉得最简单最易学的 那已经进来我现在这个画面的 请大家继续帮我举手 好 那我再等大家一下下 很好很好 请大家都要举手 因为我可能会在这边再等大家一下 你没有举手 我会以为还有很多老师卡关 那如果你无法进来 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也请各位同学在讯息栏跟我回复 那我再等最后一分钟 好 那已经进来的伙伴呢 你们可以先进最右手边 有一个叫杂志封面 就是我现在游标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里有很多的简报啊 影片啊 印刷品网站啊 那我们今天因为要做一个杂志 所以我一开始会先设计一个 好 刚刚点杂志封面 那我们进来就会有非常多的杂志模板 那已经完成了同学可以先进来了 那我们进来的方式呢 就是各位找一个你喜欢的杂志样板 然后可以改成自己的特色 那我现在先随便 好 假设我很喜欢这一个 好 我就把它点进来 然后把它拉 那它下面呢就会有杂志的封面跟杂志的内页 那各位就可以选择一个喜欢的 好 那你可以再新增一个页面 好 就选一个封面 再加新的一个页面 那还没有的伙伴呢 自己慢慢进来这个版页 好 那我今天要加的AI绘图呢 请各位拉这边底下 在杂志底下 一样还有一个应用程式 各位有找到吗 好 点进来 这个应用程式 然后呢 就写你的应用程式 好 这个叫魔法媒体 就是我们刚刚的image 好 它一样哦 我再讲一次 从左手边 杂志这边的左手边 应用程式 然后呢 点你的应用程式 就会出现到这个画面 好 这边呢 就可以输入 我们的指令 或者是就AI来说 它叫咒语 好 那我先跟各位说 现在的AI 不管是绘图软体 或JAKGTP 它都还在发展过程中 只是它现在的 应该不是 应该都有 所以请你 拉下来一点 阿慧同学 阿慧同学 不过我今天练习的时候 想希望各位帮我用教育版 因为教育版的话 它等一下 它学生在运用的时候 它功能也比较多 那如果你往下拉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 它一个月给你500点 那像我已经用了一点 我现在正要用第二点 它在下面就会有呈现 你现在还可以画几张图 所以各位可以试着用教育版进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一开始要教大家 找到了吗 它往下拉 好 我再说明一次 因为有些老师可能没有办法进来 你就是找这边 它需要把这个游标往下拉 拉到九个点应用程式 那你去找到这一个 我的应用程式点进来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画面了 那这个画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AI绘图了 好 那我一开始 因为想要让同学们先熟悉 AI绘图 所以请各位先随便输入指令 对 里面有个魔法媒体 好 那各位呢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请加入什么 就是我们要训练 AI 那你要告诉他 你要用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用国文 课文来做举例 那第一个请各位先用警务的描绘 因为AI是一个 这个AI绘图是一个五岁的外国小朋友 那这个外国小朋友呢 他不一定听得懂文言文 所以你可以试着把文言文的原文放进去 也可以试着呢 用白话文的描述 那以我的经验呢 是越详细越好 就是你叙述的越详细越好 然后可能是上面下面左边右边 譬如说我曾经有一次书河流两个字 他就跑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你要什么样的河流 所以我们这边呢 其实也可以训练各位同学 如何去详细描绘一个画面 那我建议各位的指令 可以写到大概两行左右 那下面呢 他有这个风格 譬如说他有电影感 水彩 照片 梦幻 动幻风 可是如果你要的 他上面没有 那请你在整个指令 最后面要加上 譬如说 水墨风 油画风 什么风 那如果是有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挑下面的风格 好 那我们现在请各位同学 先试着用国文课文 一课课文 来做AI指令的练习 好 那我现在 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那我也同时操作 譬如说 我想要来 画桃花元祭 好 那大家可以练习看看 那如果 在操作过程中 各位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打开麦克风 或在讯息栏跟我对话 好 那各位如果像这样子 打完之后 请在下面产生影像的地方 按一下 你可以用关键字 也可以用句子 但是越详细的描绘 画出来东西 会越像是各位想要的图画 那他每一次呢 会产生四幅AI绘图 好 好 好 老师们可以把举手放下 然后我等一下呢 希望可以看看各位的图 所以我征求三位同学 等一下可以分享荧幕给我看一下 你心目中你画的哪一课课文 那你把这个图呢 拉到中间 然后把它放到最大 那我们就可以先用 国文课文的句子呢 先来做简单的AI绘图了 好 那因为这个AI绘图呢 它的人物还没有很成熟 所以各位如果画人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它大量的资料库里面呢 是用人的照片 那照片里面呢 我们很少去把五根手指头举在荧幕上 我们可能拍照的时候说 耶 所以有些时候他的手会变成只有两根手指头 或者是呢 他可能会用到动物的手指头 所以感觉整个人都是对的 但是他的手 所以请各位同学们如果要画AI绘图的时候 记得你要把他的手放下来 否则你那个图扩大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这个手怎么有点问题呢 那不晓得有没有老师已经开始画好了 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AI绘图 请各位先把举手放下 好 麻烦各位同学先把手放下来 那我们重新举手 重新举手可以帮我分享AI绘图的 好 蔡顺宇同学 好 你可以重新分享你的荧幕吗 就像分享我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你的绘图 谢谢哦 谢谢顺宇 哇 顺宇你可以告诉我你用了什么样的课文 然后你用了什么样的关键词 你这个听得见佳这一篇 然后我就打说 合得两岸长满芦苇 然后有一位女子独自站在岸边 然后限定她以油画的方式绘图 就画出了这幅画 对好美哦 就是有些时候 我觉得这个AI绘图 也可以用来跟我们的课文做绘图 甚至听得起来 有有有很清楚 而且你的画非常美 谢谢谢谢顺宇老师 那顺宇老师你可以退出来了 好 那可不可以还有其他人 可以帮我们分享你的画吗 佳云 好 佳云你可以分享你的荧幕 好 那老师们稍等我一下 老师们这样有看到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佳云你可以告诉我你用了哪一课 然后用了什么样的关键词 老师们 佳云你的声音没听到 好可以了 这样子有吗 有有有有 然后我用的是那个 泛骨的向日葵 然后我在这边 对关键字我就打 泛骨的向日葵 亮黄色橘色鲜艳充满生命力 然后他就出来了 很多画面可以选择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除了可以补助 国文的课文的想象 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练习的时候是 在去年那时候刚出来 他工人还没那么多 可是我觉得他现在的工人越来越进化 然后他已经从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变成一个十几岁的小朋友 所以最近的AI绘图 也许也可以让学生 比较不是会画画的孩子 也可以做绘本 他的工人进展得非常非常快 来谢谢佳云老师 好那佳云老师请你退出 好 我可以再征求一位 帮我们分享你的AI绘图吗 用国文课文可以呈现什么 好佳玲老师 简佳玲 你可以分享你的荧幕 老师好 好 那你可以简单帮我说明一下 你用了什么吗 因为我想看他就是如果不是画风景 他画得出来吗 会会会画得出来 你只要不要去强调他的手 所以我就把诗者传道受业解惑 也翻成白话文 然后他画出来是这样子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比较像是西方的画 因为他里面的制造库 比较多是西方连口 所以如果你想要呈现是比较东方 你可以重新下指令加上东方脸孔 或者是东方人 那他呈现出来的又会产生改变 他可以画人 他可以画人 只是我刚刚一开始跟各位说 他目前在画景物比画人画得更好 但是如果要画人的话 你的指令要更加明确 那你要记得让他把手放下来 好 谢谢佳玲老师 谢谢苏玲老师 那这个AI绘图非常非常简单 可能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回去可以运用他的功能 慢慢慢慢可以去尝试 他其实也可以直接迁入影片 那效果非常好 而且速度非常快 好 那我接下来 请各位等我一下 我要回到我的简报 然后各位可以继续玩你们的AI绘图 我觉得因为有 teilweise有机会 都能我们打麻兔了 做方ает 噢 您的相对 Captain 嗯 继续了 到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就先关掉Canva 各位我们先 接下来课程往后进行 如果刚刚你的课文AI绘图 还没有完成的伙伴 你可以继续开另外一个视窗 然后继续进行 那现在请大家呢 等我一下 好 好 它有点慢 那我们这个AI绘图呢 其实等一下要用到各位的个人杂志 所以我们现在的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要来思考 如果是个人杂志 那各位要把这个AI绘图 用在哪一个单元 那如何呢 让它进行绘画 好 那这个是我自己试着几个AI绘图 譬如说我用最庸庭记 如果用原文 它可能理解是这样 它对瀑布就理解成小溪 那这个是我用白话输进去的 它就会长得有点点不一样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个风格 像刚刚这个叫做水墨风 这个叫皮克斯风 那你会发现 它可以呈现了一些不同的 所以我们在下AI绘图的指令 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是肖香管 肖香管如果你换成自己的话说的话 其实越仔细 它画出来的东西 越会符合各位的需求 但我们也可以输进古典诗词 这个是练如胶 那你会发现 它画出那个浪花 跟赤壁 但是有一些它的理解可能会不太一样 好 那刚刚呢 我们已经分享了AI的课文绘图 所以现在呢 还有个小小的实作就是 设计自己关于主题杂志的AI绘图 那你要想想看 你自己用了什么关键词或是句子 那等一下我们要把它放在你的杂志上面 好 那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活动 那请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来画刚刚那个场景 我要画些什么 那我等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以征求一两个老师 如果你已经画完了 就帮我举手 那我们分享 跟刚刚一样分享荧幕 就是在自己的杂志里面 我可不可以用什么来做AI绘图呢 好 有画完的伙伴吗 如果有的话就帮我在荧幕上举手 那杂志里面的AI绘图 我们可以去想看 只要是照片拍不出来的 都可以做AI绘图 譬如说到某一个空间 我可能只能看它的外表 而无法看到它的内在 那它的内在 我就可以用AI绘图来想象 或者是在这个宫庙 我要帮宫庙设计一个什么东西 我也可以是想象力的 就是在这个空间 这个场景里面 我运用我的想象力 来做AI绘图 好 那因为这个需要一点点思考时间 所以各位可以 同时开另外一个视窗 去练习看看 那有问题的话 请各位随时在讯息栏 那因为这个AI绘图呢 目前用手机 比较没办法运用 所以上课请同学 务必一定要带笔电来 在笔电上面做绘图的话 会比手机更好操作 因为它有些功能 现在手机都还没办法支援 那Canva它支援一个月500张 所以只要用完了 那各位同学可以换另外一个账号 或者是下个月再继续绘图 那它的绘图的 层面非常非常广 那如果你们对于绘人物 也有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练习看看 我们今天可以先简单 绘一个小图就好 不用绘太复杂的 但是指令就是越详细越好 好 有没有伙伴可以帮我分享了 那我们再等一下下 因为这个需要一点点思考的时间 希望在下课前可以看到一个同学的作品 至少一个同学的作品 各位同学在练习的时候有任何困难 也可以打开麦克风 或是在讯息栏直接跟我讨论 我同学画完了吗 譬如说像刚刚有同学提供公墓 那我们公墓可以想象 如果我用AI绘图 我可以让它画什么 因为公墓有一些 我们虽然实地去拍摄 可是有一些可能回到当时的时空 当时的时空 可能那个历史时空 好 那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尤其是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其实除了用照片以外 用AI绘图也是一个很棒的做法 好 那我要再等大家一下 各位可以想象你刚刚那个场景 我回到过去时空 我可以画什么 你就请他画 那这边因为难度很高 我们要稍等大家一下下 好 那如果等一下在课堂上 是没有办法及时完成的 同学也可以利用课余 或是下一堂课 下一堂课 我们再继续把它会完 那下次上课 请各位还是一定要带笔电来 那我们要把整个杂志前面的资料 以及各位放假回去要拍照 我们下次上课来进行文字的撰写 有人画完了吗 老师们不要客气 好 因为我只剩下两分钟 我可能需要征求一位老师 一位同学帮我分享你的杂志AI绘图 有没有伙伴可以分享一个 或者是我用点名的方式 好 嘉玲老师 你可以分享你的荧幕吗 好 那我看到吗 有 他正在跑 好 那你可以打简单 帮我说明你画的是什么 因为我在嘉玲 那嘉玲有一个就是旧的德山医院 然后它就是老屋改建 现在改建成桃城豆花 对 一个完美景点 对 那我就是输入旧屋改建 然后德山医院桃城豆花 嘉玲的景点 对 那它跑出来的图 应该是要呈现医院的内部吧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让它不要跟照片太像 所以你可以加一些什么油画风 漫画风 水墨风 看起来就会像是画 好 谢谢 那还有老师可以再帮我提供一个吗 因为我们应该还可以再看一个 好 那个是香音吗 对 老师等我一下哦 帮我分享一幕 好 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香音的画面就好 然后就结束 来 香音你还是分享一下 这样看得到画面吗 有看到了 好 那你画的是什么 这个是刚刚依照老师说的 就是画相机宣誓 好 谢谢 那我的时间到了 好 那谢谢香音 主公的画面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这堂课到这边 了卖相机器